我們如果還不用 務實地去檢討 我們的兩岸政策跟外交戰略的話 恐怕吃虧的就是自己 22個邦交國走掉了這麼多個國家 9個國家都已經快要砍半了 亂交是時間的問題 美國不是上帝的 美國在這個全世界是最強大的國家 但並不是每件事它都管得了的 蔡英文到現在7年 8年還沒有做完 已經斷了8個國家 那叫外交死亡嗎 又要斷交了嗎 洪都拉斯的女總統卡斯楚 在推特發文表示說 她已經指示洪國的外交部長 要處理跟大陸建交的事宜 這消息一出是震驚了台北政壇 外交部緊急召見了洪都拉斯大使 表達嚴重關切 而且喊話說不要落入大陸的圈套 問題是蔡總統上台已經7年 而且是斷了8個邦交 如果這次再斷交的話 那邦交國的數量可是再創新低 我們看到綠營不斷地告訴百姓說 台灣是空前受到國際的重視 和美國關係是堅若磐石 但怎麼像呂秀蓮說的 如果所謂的國際有人都這麼關注台灣的話 那我們的邦交國怎麼會掉到只剩下14國了呢 這其實是一個非常嚴重的警訊 那證明就是說我們的兩岸政策 或者是我們的外交戰略已經是完全錯誤了 如果再這樣子下去的話 中華民國作為一個主權國家的地位 是會非常嚴重的不保 那麼洪都拉斯這其實所謂的政經 大家已經早就知道了心裡有數 恐怕洪都拉斯要跟台灣斷交 已經是遲早的事了 但過去這一段時間 當一段一直不斷地出現警訊的時候 很明顯的我們的外交部是毫無辦法 只能夠做事的我們的邦交國 被中國大陸挖走 這背後是不是什麼樣的一個嚴峻的訊息呢 如果只是一個震驚遺憾 或者是說我趕快來處理就可以解決的嗎 我們來看一下 我國外交環境已經夠艱困 沒想到中美洲的友邦洪都拉斯 卻投下震撼蛋 總統卡斯處發聲明 說他已經指示外交部長 處理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的事宜 請紅方認真審慎考慮 切勿落入中國圈套 去年一月蔡英文就指派副總統賴清德 擔任特使參與卡斯處的就職典禮 還贈喻快篩試劑 N95口罩 俄文槍等防疫物資 而卡斯處競選期間就曾表態 一旦上任就要與大陸建交 和我國斷交 難道外交部都沒掌握嗎 有一點在狀況外的 賴清德 阿姨副總統身分好了 去參加他的就職典禮 那麼進後面就說要邦交穩固了 那為什麼才差不多一年多的時間 這個邦交就申辯 警訊早就有了 在選舉的時候都看得出來 只是我們都一直自己騙自己 說不會 不會 很穩等等 還有美國在後面幫助我們 就這麼幾個邦交國 而且宏都拉斯很重要的國家 總是要盡量維持住 你這樣一個一個都跑掉 在國際上更是很孤立 盤點蔡英文2016年上任以來 22個邦交國現在剩下13個 執政7年多斷交9國 恐創下世界紀錄 但蔡英文愛將斷交部長吳釗燮 動輒狂紅大陸地位依舊穩入泰山 光罵大陸有什麼用 大陸還是在競爭 外交也是一個戰場 那除了金錢還有很多方法 農業啦 公共衛生啦 公共建設啦 還是有很多方法 看積極不積極 好 當然民進黨呢 非常喜歡酸啊 過去馬英九執政時候的這個 外交修兵啊 但起碼馬英九時代呢 真的是幫我們保住了外交的 很多的邦交國 那麼在冥想執政時刻呢 現在如雪片般 如斷崖般的 不斷的斷交 那麼對國家來講 當然是一個嚴峻的警訊 好 就是因為洪杜拉斯 已經傳出來總統交代 他們的外交部長 開始處理跟中國大陸建交的 相關事宜 那麼外交部的反應說 正在了解當中 感覺上好像已經跟 洪國當局相當的疏離 然後他還警告洪杜拉斯說 不要落入大陸的圈套 做出錯誤的決定 恐怕講這個話 都已經是太慢了 只是維持一下 我們的基本面子 也沒有什麼太大的意義了 那麼事實上呢 過去已經出現過 非常多的訊號了 為什麼我們都沒有辦法 來阻止洪杜拉斯 投向中共的懷抱 因為這是在中美洲 基本上是在美國的後院 那麼我們親美的政策 還有為美國侍從的 這樣一個政策 為什麼美國老大哥 也沒有辦法阻止 洪杜拉斯 琵琶 別報呢 這中間整個的世界局勢 已經恐怕起了非常大的變化 那我們如果還不用 務實的去檢討 我們的兩岸政策 跟外交戰略的話 恐怕吃虧的就是自己 好 我們看到一連斷交 這麼多個國家 聖多美 普林 西比 巴拿馬 尤其是巴拿馬 是跟我們建交 最長的一個國家 多米尼亞 布吉納法索 薩爾瓦多 索羅門渠島 吉里巴斯 尼加拉瓜 你看遍布了 中美洲還有太平洋的群島 這中間非常多的邦交國 一個一個的選擇了 跟中共建交 那麼在這樣的一個狀況底下 我恐怕已經不是 吳釗燮一個人可以扛的了 事實上蔡英文 她必須來面對 是不是她的整體的外交戰略 已經是非常嚴重的誤判 導致國家重大無法挽回的損失 因為他們一旦跟中共建交之後 你要在他回頭回過來 跟中華民國建交 恐怕已經是難上加難了 所以22個邦交國 走掉了這麼多個國家 9個國家都已經快要砍半了 如果是在以前 走掉一個兩個都已經不得了了 現在已經走掉9個了 都還不回頭 都還不清醒嗎 中南美洲可是美國的後院 連洪都拉斯都會琵琶別報的話 那聯美戰中的戰策 這個政策還會有效嗎 其實洪都拉斯的總統卡斯楚 早就在選舉的時候說了 他當選的話 他就要跟這個台灣斷交 去跟大陸建交 當時蔡英文總統緊急派了 副總統賴清德到洪都拉斯 去挽救邦交 而且大送防疫物資 沒想到才過了一年的時間 就傳出要斷交的警訊 那麼洪都拉斯是已經連續7年 都沒有在聯合國的大會上 提到台灣顯示關係是不是 早就亮紅燈了呢 結果外交部第一時間說 還要再來瞭解情況 難道外交部是根本狀況外嗎 那吳釗燮被在黨抨擊說 他是斷交部長 那麼難道只因為他最會 罵大陸會叫戰 所以可以繼續穩坐在 外交部長的大位上嗎 我們要請教一下預防委員 因為其實蔡總統幾乎所有邦交都去過 但是他沒有去過洪都拉斯 是不是早就知道可能邦交有問題嗎 我想要去還要對方要答應 所以兩個可能一個是自己不想去 擔心去了又回來就立刻斷交不好看 第二個是對方根本不讓你去 所以這個都有可能 那其實洪都拉斯的事情 我們大家心裡都有做準備 斷交是時間的問題而已 那當然你說這個去年的1月底 賴清德去參加Catrall這位 新任總統的舊子大典 其實他路過洛杉磯的時候 跟17位美國的國會議員 用私訊通話 所以顯然美國給我們很重要 民進黨這我一直把美國當最重要 我認為這是沒有什麼錯誤的 但是要了解美國不是上帝 美國在這個全世界是最強大國家 但並不是每件事他都管得了的 如果他管得了的話 就不會有這麼多國家給我們斷交 特別是巴拿馬 那是美國的後院 美國當然不希望他跟中華民國斷交 跟中共去建交 但是他也阻止不了 如果以巴拿馬跟美國的關係 他都阻止不了的話 那請問一下洪都拉斯他怎麼管得了 巴拿馬當年的總統Norreaga 是被美國逮捕 用軍隊逮捕 送到美國去坐牢 你知道嗎 所以美國你就知道在中南美洲的 一般人民對他的印象是什麼 所以美國在這方面幫不了我們的忙 當時這種情景其實早就在台灣的內部 有過辯論 所以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馬英九那八年 尤其歐宏林當外交部長那個時候 我們看出這個情況 沒有辦法完全靠美國的 所以我們希望兩岸之間來處理這個問題 所以才喊出外交修兵 對方是胡錦濤 當然這個人個性比較溫和一點 所以當時就外交修兵的結果 馬英九的八年 只有國家給我們斷交 但那個人斷交以後 中共還沒有跟他建交 是過了一陣子才跟他建交的 所以基本上老共就是遵守 這個所謂的外交修兵 這樣一個雙方的默契 那當時民進黨的朋友們 他們怎麼講呢 外交修兵就是外交修客 那如果外交修兵八年 只有一個國家給我們斷交 叫外交修客的話 現在蔡英文到現在七年 八年還沒有做完 已經斷了八個國家 言歸講是七年沒有做完 就斷了八個國家了 那叫外交什麼 那叫外交死亡 對不對 所以國民黨比較聰明 我們看得出 這個形勢比人強 我們這樣有一個 比較高明的戰略 才擋得住 要不然像洩肚子一樣 一洩千里 根本擋不住嘛 果然有效 所以那個時候就勉強 就擋住了 那八年就基本上是守住了 那你現在這樣子一個斷交 都斷光了 到時候你告訴我 我們還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嗎 不管你叫中華民國 叫台灣好了 民進黨喜歡叫台灣 你還能夠叫你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嗎 所以戰略上就是沒有國民黨聰明 只是想鬥 沒有想到要用智慧去處理 只會信得了美國 不曉得說天下之大 就是由你美國管不了的地方 而且管不了的地方 看起來還真的很多 海皇XO干貝醬 這款干貝醬呢 裡面真材實料 比方說 它有這個嚴選的大干貝 那麼另外呢 在這個裡面 你還可以吃得到 這一顆一顆的這個鮑魚 非常非常的新鮮 而且肥美 歡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798的代碼 來上網代購